这个死囚口中吐出的不是非虫 而是预警保罗体内的病魔 原来保罗此前患有严重的膀胱病 不仅小便的时候都十分痛苦 更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这病在那个年代是很难治愈的 保罗也只有每天这样浑浑噩噩活着 这天剧烈的疼痛 让保罗直接倒在了地上 看着痛苦不堪的保罗 死囚科飞示意保罗过来 可当保罗走上前时 科飞却忽然一把抓起了他 另一只手放在了他疼痛的位置 其他的死囚以为科飞要杀保罗下的大脚 但保罗却没紧张 他感觉一股能量正进入他身体 随着能量越来越强 墙上的灯都炸了 科飞放开了保罗 感觉身体忽然舒服了保罗 诧异地看着科飞 这个之前还健康的黑人 表情忽然开始痛苦 在一阵剧烈的咳嗽后 一群飞虫一样的物体从他的嘴里飞出 然后又消失在空中 保罗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震惊了 说完疲惫的科飞就睡了下去 半信半疑的保罗也赶紧来到厕所 随着清脆的流水声和久违的舒爽感 让原本表情紧张的保罗放松了 这简直是奇迹 多年的完疾就这么治好了 晚上兴奋的保罗还想验证一下 久违的和谐夫妻生活 让保罗更加坚信并真的好了 第二天夜里保罗带着妻子做的甜点来找科飞 科飞接受了保罗的感谢 善良的他还把甜点分给了其他御用 而科飞不知道的是 这份甜点不仅仅是感谢 还有保罗深深的歉意 因为在早上的时候 保罗曾找到科飞的律师 把他在案卷中所看到的疑点 以及他对科飞的判断都告诉了律师 希望能帮到科飞 但律师的回答让保罗也没有办法 是的 这就是大多数人眼里的科飞 就算科飞有可能是无辜的 就算科飞有着神奇的能力 在这个种族歧视的社会里 除了保罗 还会有谁能相信他吗 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所相信的 眼前的这个黑块头 就是该下地狱的恶魔 就是杀害女孩的凶手 bery本 Jah 纽约和尽约 吉他 一直在